然后呢,再在这个洞里勾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直接绕过这三个线圈 勾一个中长针 然后呢,在这一个洞里勾完了五针之后呢 下一个洞里呢,就是下一个辫子里面呢 就是勾一个短针 勾完这个短针之后呢 在这个短针形成的辫子里面 我们做一个记号 这样我们勾好了两个花瓣 大家呢,按照这样的规律 我们继续往前面勾 总共呢,是勾六个花瓣 这个规律呢,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是一个短针,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针里面呢 勾一个中长针,三个长针,一个中长针 形成这样一种形状 按照我们说的规律 把这六个花瓣针,把这六个花瓣勾好 同时呢,在勾的每一个短针上面呢 我们都做一个记号 如果大家勾的是对的话 最后一针呢,应该是勾一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我们在 做的第一个记号扣这里呢 做一个引拔针 大家注意这个记号扣呢,我们先不要取下来 在这个里面呢,做一个引拔针 同时呢,把这个线抽紧 然后现在呢,我们开始勾 这朵花的第二层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一圈的时候,让大家 每一个短针上面呢,都做记号 就是为了在第二圈 我们勾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地找到 短针的位置 因为第二圈我们勾的时候呢 不是从辫子针里下针 我们呢,是从短针里下针的 现在呢,我们先来找到 短针的位置 我们呢,先 你看这是两个花瓣 我们把这两个花瓣呢 捏住这两个花瓣 往两边扯一下 这扯了之后呢 非常明显 两个花瓣中间呢 有一针 这一针呢,就是我们勾好的短针 而且在这个短针上 我们不是都做了记号吗 如果这样扯,大家还是看不到的话 那就顺着这个记号扣呢 往下面找 这一针呢 给大家指一下 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方法 把这六个花瓣呢,勾好 同时呢,在 勾的每一个短针上面呢 都做一个记号扣 然后呢,勾完之后 如果大家勾的是正确的话 最后一针这呢 我们应该是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我们在 第一个短,第一个记号扣这 做引拔针 大家呢,注意 这个记号扣呢,先不要取下来 绕线进去 做引拔针 然后呢,把这个针呢,抽紧 现在呢,我们开始勾 这个画的第二层 第一圈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每一个短针上面呢 都做了一个记号 目的呢,就是为了在第二圈的时候 我们可以清楚地找到短针的位置 因为第二圈我们不是在 变子针里面勾 第二圈呢,我们是在每个 短针上面挑起这个短针来勾的 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找到每个短针的位置 我呢,先给大家指一下 这个位置呢,其实也比较好找 大家呢,把这两朵花 扯一下 扯了之后呢,中间非常明显 而且我们已经做了七号扣了 非常明显的有这样一个短针 那一个短针呢,就是 两条线组成 形成了一个V字 这呢,是我们勾的一个短针 就是这个地方 第二圈呢,我们是挑起这个短针来勾的 先呢,找到它 现在呢 勾针放进去 立一个变子针 然后呢 把这朵花 反过来 大家注意 花瓣的第二层 我们是从反面来勾的 把这朵花呢 反过来 反过来呢 我们找到 可以先从正面呢 再找一下 找到这个短针的位置 从正面找比较好找 找到这个短针的位置 把这个七号扣呢 取下来 记住这个短针 然后从反面 找到它 是这儿 勾针呢 穿过 这个短针 这样穿过 注意是 注意是反面 对着自己 穿过之后呢 勾针绕线 把这个线圈呢 穿过来 然后呢 再勾针绕线 我们勾一个短针 穿过这两个线圈 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在这个 刚才勾好的 这个短针 形成的辫子里面呢 我们再做一个记号 这个短针呢 就是相当于 我们是 挑起 第一圈的时候 勾的短针来勾的 不是在辫子里面勾 勾完这个短针之后呢 我们立四个辫子针 两个 三个 四个 立完这四个辫子针之后呢 我们 找 第二个记号扣 也就是找第二个短针的位置 先从正面 非常明显 这样扯一下 找到这个短针的位置 记号扣呢 就可以取下来了 取下来之后呢 我们呢 我们呢 仍然是 在正面找到了 反面也要找到它 从反面呢 调起 这个短针 然后勾针 绕线出来 再绕线穿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勾一个短针 同时呢 在勾好的这个短针里面呢 做一个记号 那这样 我们勾好的 立了这四个辫子针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一个鱼网针 现在呢 我们再立四个辫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在下一个记号扣 对应了这个短针里面 找到这个短针 把这个记号扣呢 取下来 然后呢 从反面 大家注意 我们可以从正面来找 但是呢 勾的时候呢 一定要从反面下针 找到 调起这个短针 勾针绕线 针上呢 两个线圈 绕线 穿过这两个线圈 又勾了一个短针 同时呢 在这个短针 形成了辫子里面 做一个记号 那大家呢 就照着这种方法 我呢 是给大家示范了两个 大家呢 做着这种方法 我们把这几针呢 都勾好 总共呢 是要勾六个 这样的鱼网针 同时呢 大家注意 我们每勾好 每立好 就是这样一个短针 都要在这个短针 形成了辫子里面的 做一个记号 方便呢 我们下面勾的时候呢 有 我们按照刚才所说的方法 勾好 这样几个鱼网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是第六个 那第六个鱼网针 勾好之后呢 大家注意 第六个呢 我们 不再是从 那个短针里面呢 我们就是说 勾完这个鱼网针之后呢 我们不再 从 找第一圈 对应了这个短针 然后呢 勾短针了 我们呢 要从 第一个鱼网针的 第一个鱼网针 起头的 这个短针这儿 就是 勾鱼网针的时候呢 我们做的 第一个记号扣这儿 做 引把针 那这个记号扣呢 就没有用了 大家看清楚 这个呢 是我们勾的 第一个鱼网针 那这个记号扣标记呢 是 勾第一个鱼网针的时候呢 最先 勾的 那一个 短针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从 这个短针呢 这上面呢 做 做引把针 这个记号扣呢 先不要取下来 再直接绕过这个线圈 抽紧 这样 我们就做好了 引把针 引把针做完之后呢 勾针绕线 另一个 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还在这个记号扣的这一针里面 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短针 那现在这个记号扣呢 就可以取掉了 记住是在记号扣这一针里面 在这一针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 勾完这个短针之后呢 在这个短针 形成到这一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这个呢 是到最后 有用 那现在呢 我们勾第二层的花瓣 第二层的花瓣呢 我们是在这个鱼网针里面勾 这四个辫子针形成的 这个呢 叫鱼网针 这个花瓣呢 由七针组成 第一层的花瓣呢 是由五针组成的 第二层呢 五针 第二层呢 是由七针组成 这个第二层的七针呢 指的是 一个中长针 五个长针 加一个中长针 勾法呢 跟第一层花瓣的勾法 类似 现在呢 看我演示 首先呢 勾 在这个鱼网针里面 先勾一个中长针 再勾五个长针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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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五个 五个 然后呢 再勾一个中长针 直接 绕过这三个线圈 这样 第二层的花瓣就 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 下面的这个 记号扣这里面 这个记号扣呢 把这个记号扣呢 取下来 在这个记号扣呢 标记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 短针 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 短针 这样就完整的 勾好了一个花瓣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 第二个花瓣 第二个花瓣呢 跟第一个 方法一模一样 我们呢 还是在 这一个 余网针里面 勾七针 分别是 开头一个 中长针 五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然后呢 在 记号扣 做记号扣的 这个辫子里面 勾一个 短针 然后接下来 继续 余网针里面 勾七针 做记号扣的 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 短针 大家呢 就照着这种方法 因为跟第一圈的 勾花瓣的方法呢 比较类似 我呢 就给大家 演示一个 就可以了 大家呢 照着这种方法 一直呢 往后面勾 把这六个花瓣呢 先勾完 勾好 第六个花瓣之后呢 我们把 最先 做的这个记号呢 取下来 在这个里面呢 勾一个 银八针 这样 这楼花呢 就勾好了 当然我这个配线呢 比较难看 我是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用了这两种颜色的线 这个勾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断线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线呢 我断线的时候呢 留的线头呢 有点短 大家呢 把这个线头呢 留的长一点 便我们进行缝合 断线之后 把这个呢 直接 抽过来 抽紧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 拿出材料包中 给大家配好的 这样一个小珍珠 拿出这个珍珠 拿出这个珍珠 然后呢 我们用 这个珍 手缝针 这个手缝针呢 就是 可以穿进去 两股线 那这个 这个线呢 材料包中配的线呢 是四股的 大家呢 可以把它搓开 抽出其中的两股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珍珠呢 缝在中间 这个缝的方法呢 就是平时缝衣服的方法 这样穿过来 把这个珍珠呢 缝在中间 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是这种花的勾法 这个花勾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缝在帽子上 大家呢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个缝的方法呢 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比方说 缝在这个帽子上 大家呢 拿出这个大头针 把留的这个线呢 穿进去 我留的呢 比较短 大家呢 留的身为长一点 穿进去 然后呢 把它缝在帽子上 大家就这样 先呢 把这个线呢 穿到这边来 然后我们缝的时候呢 从 辫子针的这儿 辫子针 这个里面的下针 然后呢 再穿过 再穿过另一个辫子针这儿 当然我们不用 每一针呢 都间隔的这么近 可以收尾的远一点 这样抽出来 然后呢 再从 下个辫子里面呢 穿进去 我们呢 就是按照这种方法 把这朵花呢 把这朵花呢 缝在这个帽子上呢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 这个耳朵的勾法 耳朵的勾法呢 和帽子 第一圈的勾法 非常类似 都是用环形起震法 那耳朵的起震数呢 我建议 大家呢 就跟你在勾帽子的时候 第一圈的起震数 保持一致 就可以了 那那个帽子呢 我当时呢 是起了17针 那勾耳朵的时候呢 我也是起17针 耳朵我们用的 仍然是环形起震法 由三圈组成 首先呢 把这个线 这样绕一下 勾针呢 穿进去 绕线出来 用手捏住 先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开始 在这个洞里呢 勾长针 对我来说呢 就是勾17个长针 因为帽子呢 我是立了 帽子呢 第一圈 我是勾了 17个长针 一个 在第一个长针 形成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做一个记号 这是我们到最后呢 勾引拔针的位置 一个 一个 两个 两个 那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方法 其实跟勾帽子第一圈的方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 按照这种方法呢 我们把这个第一圈呢 勾好 我们把这几个长针勾完之后呢 这个线圈呢 抽紧 然后把这个记号扣呢 取下来 做引拔针 同时把这个记号 把这个引拔针 形成的这个辫子呢 出紧 这样第一圈呢 就完成了 立三个辫子针 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 跟帽子 第二圈的勾法 也是一样的 我们呢 是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 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都进行长针的加针 第一个辫子里面 勾两个长针 一个 勾完一个 做 做一个记号 再勾一个 再勾一个 这样我们进行了一次长针的加针 那第二个辫子里面呢 一样 我们呢 也是勾两个长针 大家呢 就照着这种方法 把第二圈勾完 就可以了 第二圈勾完之后 把记号扣 取下来 在记号扣的这一针里面呢 做引拔针 抽紧 立三个辫子针 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呢 是勾一圈 不加不减的长针 也就是说 第三圈的勾法 跟第一圈的勾法呢 是一样的 我们呢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长针 勾一个长针 做一个记号 下一个辫子里面呢 也是勾一个长针 那这个第三圈的勾法呢 就跟帽子的勾法不一样了 再下一个 也是勾一个长针 大家呢 就照着这种方法 把这个第三圈呢 勾完 这样勾完之后 大家看 自然呢 就形成了 第三圈呢 就是这样 竖起来 耳朵的这个形状 然后呢 把记号扣取下来 跟之前一样 做引拔 这样帽子呢 就勾好了 我们呢 断线 这个断线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直接断线 把这个 把这一针呢 这样抽进来 拉紧 也可以呢 在这儿 在它 离它最近的这一针这儿 把这个线圈呢 拉过来 然后呢 再 断线 这个断线呢 线头留的稍微长一点 因为我没有进行缝合 这样呢 再穿进去 这一种断线方法的 最大好处呢 就是 没有割的 不留痕迹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嗯 尽量呢 都采用这种断线方法 第一种断线方法 就是非常简单 这样是没有割的 好了 这样断线完之后呢 我们就勾好了 这样一个帽子 这样一个耳朵 那大家呢 按照刚才我说的方法 再勾一个耳朵 勾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耳朵呢 就需要缝合 缝合在帽子上 因为这个帽子 我就是为了省时间 没有呢 勾好 没有勾成完整的一个帽子 那大家呢 勾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帽子 这个耳朵在缝的时候呢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 示范一下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帽子呢 折一下 拿出两个耳朵 找到两个合适的位置 这个 尽量把这个 线头的这个位置呢 放在这个下面 就是为了找准位置呢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 小工具 这个定位帧 找准位置之后呢 用这个定位帧呢 给它做一下定位 这样呢 就不容易弄偏了 这个定位帧呢 我是给大家配了十个 就是 这边呢 定位到这儿 然后大家呢 拿出你们勾好的 另一个耳朵 在这边呢 找一个合适的 对称的位置 用定位帧呢 把它给 先定位一下 然后两边呢 进行微调 觉得合适的话 我们呢 开始进行缝合 那这个缝合呢 我们用的 仍然是这个 大头帧 这缝合适的 这缝的时候呢 大家只要把它缝得 比较牢固 就可以 拿出这个大头帧呢 我们首先呢 先 也是从 看这个辫子 从这个辫子里面呢 下针 再从下一个辫子里面下针 找准位置之后呢 这个定位帧呢 就可以取掉了 还是从辫子里面的下针 我们呢 也可以往里面缝几针 往里面缝几针的 耳朵呢 是这样的 如果单缝 外面一圈的耳朵 是这样竖起来的 就看大家 喜欢什么样子 这个缝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你看 里面 这个针呢 不管间隔多元的 都可以 因为里面呢 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缝 就是 在外面的时候呢 这样在缝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的 间隔的呢 就要小一点 这样缝出来 就是没有任何的痕迹 大家呢 就照着这种方法 或者说呢 自己的方法 也可以 把这个耳朵呢 缝得牢固一点 两边呢 保持对称 这样呢 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 看一下 这个耳朵呢 也是有线头的 这个线头呢 抽紧之后呢 直接呢 断线 就可以 这线头呢 是不会出来的 那这个帽子 在勾好之后呢 那它这个线头呢 我们呢 就是用勾针 把它呢 藏一下 藏线头的时候呢 我们用3.0的 这一头 找不同的位置 多藏几次 藏得牢固一点 这样我们 这个帽子呢 在清洗的过程中呢 这个线头呢 不会出来 就是这样 多藏几次 然后继续藏 藏几次之后呢 断线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 这个帽子呢 就割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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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